约拿书,第一章,耶和华的话林道亚米泰的儿子约拿,说,你起来往尼尼威大城去,向其中的居民呼喊,因为他们的恶上打我面前。 约拿却起来,逃往他失去躲避,耶和华,吓到约帕,他遇见一只船,要往他失去。 他就给了船架,上了船,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,耶和华。 然而,耶和华是海中起大风,海就狂风大作,甚至船几乎破坏。 水手便惧怕,个人哀求自己的神。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,为要使船倾泻,约拿一下到底舱,躺我沉睡。 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,你这沉睡的人啊,为何这样呢? 起来,求告你的神,或者神顾念我们,使我们不致灭亡。 船上的人彼此说,来吧,我们致迁,看看这灾灵道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 于是他们致迁,迁落在约拿上。 众人对他说,请你告诉我们,这灾灵道我们是因谁的缘故? 你以何事为业? 你从哪里来? 你是哪一国? 属哪一族的人? 他说,我是西伯来人。 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汉地之天上的神。 他们就大大惧怕,对他说,你所做的是什么事呢? 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,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 他们问他说,我们当向你怎样行,使海浪向我们平静呢? 这话是因海浪翻腾。 他对他们说,你们将我抬起来,抛在海中,海就向你们平静了。 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 然而,那些人竭力话讲,要把传播案,却是不能,因为海浪向他们甚是翻腾。 他们便呼求,耶和华说,耶和华呀,我们恳求你,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,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。 因为你耶和华所行的是随自己的意志。 他们便将约拿抬起,抛在海中,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,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。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,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,约拿书第二章,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,说, 我遭遇患难呼求,耶和华,你就听云我,从地狱的腹中呼求,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 你将我投下深渊,就在海中,大水环绕我,你的红刀波浪都慢过我身。 于是我说,从你的眼前我被驱逐,虽是这样,我必在仰望你的圣殿。 珠水环绕我,几乎淹没我,深渊四面幽壁我,海草缠绕我的头。 我下到山根,地的门将我永远围住。 耶和华,我的,神啊,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小坏中救出来。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,我就想念耶和华。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,达到你的面前。 那些助看虚晃的人,丢弃他们自己的怜悯。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,我所许的愿,我必偿还。 救恩出于,耶和华。 耶和华小御语,于就把约拿土在汉地上,约拿书,第三章。 耶和华的话,第二次临到约拿说,你起来,往尼尼威大城去,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 约拿便召,耶和华的话起来,往尼尼威去。 这尼尼威是极大的城,有三日的路程。 约拿就进城走了一日的路程,宣告说,再等四十日,尼尼威必轻负了。 尼尼威人便信服,神,宣告进时,从最大的道至小的都披上麻布。 这信息传到尼尼威王的耳中,他就下了宝座,脱下朝服,披上麻布,坐在灰中。 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威通诚,说,王和大臣有令,人不可尝肾磨,牲畜,牛群羊群不可吃草,也不可喝水。 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,人要窃窃呼求,神,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,丢弃手中的强暴。 神是否转移后悔,不发烈怒,使我们不知灭亡,谁可说呢? 于是,神查看他们的行为,献他们离开恶道,神就后悔,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。 约拿书第四章,这是约拿大大不悦,且甚发怒,就祷告。 耶和华说,耶和华呀,我在本国求你的时候,岂不是这样说吗?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,有怜悯的,神,不轻易发怒,有丰盛的慈爱,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,所以我急速逃亡他失去。 耶和华呀,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,因为我死了,比活着还好。 耶和华说,你这样发怒何狐狸吗? 于是约拿出城,坐在城的东边,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,坐在棚的阴下,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 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葫芦,使其生长高过约拿,因而遮盖他的头,救他脱离苦楚,约拿因这颗葫芦大大喜乐。 此日早上,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葫芦,以致枯稿。 日头出来的时候,神安排炎热的东风,日头抱晒约拿的头,使他发昏,他就为自己求死,说,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 神对约拿说,你因这颗葫芦发怒何狐狸吗? 他说,我发怒以致于死,都何狐狸。 耶和华说,这葫芦不是你栽种的,也不是你培养的,一夜长出,一夜浅死,你尚其爱惜,何况这泥尼尼威大城,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,并有许多牲畜,我岂能不爱惜呢? 优优独播放